2009年至2016年 台湾地区连续8年以中华台北民意和观察员身份 参加了世界卫生大会 这是在两岸均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基础上 通过两岸协商做出的特殊安排 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也是中方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 做出特殊安排的政治基础 民进党自2016年上台以来 将政治图谋置于台湾地区人民扶植之上 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 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中方做出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的决定 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理解 一段时间以来 近140个国家向中方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 近百个国家就此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 或公开发表声明 这再次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也充分体现了绝大多数国家在世卫大会设台问题上 秉持正义的正确立场